词曲 李宗盛 Hello 觀眾們大家好,我是平恩 我是《微峰》代言人 另外一個身份也是彩妝師 我從20歲就進入微峰了 然後前3-4年都在上課,半工半讀 所以我找的打工就是在服務台 當服務人員這樣 然後他們同時呢 他們經濟部門也有出一個新興企劃 所以同時也加入了這個企劃 然後就這樣磨磨磨磨了好幾年 接受訓練啊 上表演課啊 就到了現在這樣子 早安 因為我家住比較遠 我都要搭火車工作來台北 因為我住基隆 所以我都要提早個兩到三小時起床 因為這樣會把時間抓得很緊 因為想要再多睡一點點 哈囉 大家早安 我是平安 等一下要來化妝了 因為我晚點要去參加活動 剛早起聲音還有點沙啞 這是我常常在家裡會喝的檸檬水 因為我其實是不太愛喝水的人 但是如果有一點點味道的話 我就能接受 我要推薦的保養品類的話 因為其實我對保養沒有很講究 因為我是容易長肉牙的人 所以我就是很簡單的保濕噴霧 然後有時候再多個化妝水跟乳液 這個超好用 它是眼霜 然後也可以拿來按摩 它可以消水腫 讓輪廓線會比較明顯 還有淋巴 這邊如果有按到的話 你這邊這個線條也會比較好看 另外一頭這個地方 按壓眼窩的地方 百優乳是我覺得目前最好用的 非常的保濕 然後可以最融合所有品牌的粉底液的乳液 再來呢是底妝的部分 我很習慣用妝前乳 參加活動的話 其實幾乎都是我自己畫的妝 因為我還是比較習慣自己的臉 其實省的時間也可以省蠻多的 還可以省錢 今天要畫的是大地色眼影 然後會加一點點橘 我讀的就是時尚造型設計科 所以一定要考美容美髮的證照 以前家裡是做家庭理髮的 所以我就對這個一直都還蠻有興趣的 然後以前想做的就是 新秘啊造型師那類的 只要上到美容美髮課的話 我都很興奮 尤其是彩妝課 就是莫名其妙都有很多想法 所以去考證照對我來說 算是還蠻簡單的 OK 我的妝容完成了 好 就是我今天也是一個趕趕趕的一天 現在剛到公司嘛 然後等一下要換妝 著妝之後呢 要去對面參加活動 然後參加完活動之後呢 我五點還要回到那個彩妝工作室 因為我五點還有兩個客人 再來呢 六點半還要就是換一個造型 再去參加另外一個活動 希望今天可以順利的完成 這幾個工作 哈囉 早安 啊不對 午安了 現在要準備去 試一個頭髮的平面 試鏡完之後去運動 然後運動完之後呢 我還要趕去一個工作 就是幫別人化妝 因為從以前就像我剛剛說 我從讀書時候就在做服務台嘛 所以我接觸到真的是百百種的客人 所以到現在已經練就就是 遇到這個客人跟他聊個兩三句 就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哪一類型的客人 對 有天使類型啊 然後有五感類型 然後也有就是找麻煩類型 就是你自己會在腦中分類 然後大概會知道說要怎麼跟他溝通 怎麼跟他說話 我覺得我每天都追著時間在跑 然後加上就是身分都要一直替換 像現在就是模特兒彩妝師這樣在替換 只要一忙 就是可能連吃飯時間都很少 都要在車上吃的那種 但是閒的時候又一整天就又沒事 對 這就是莫菲定律 哈囉大家好我是平安 今天呢就是微風之夜 就是微風二十週年 然後呢今天的行程就是走星光大道 然後還有在館內走動 跟粉絲互動 是這樣 到時工作了 拜拜 我覺得是美感吧 還有一些國際觀 因為常常都會參加品牌活動 所以你就會去了解那些品牌故事啊 品牌的風格 然後也因為這樣你才可以慢慢找出 就是哪一種風格比較適合自己 加上在公司都會上一些 美姿美姨 可是你對於體態也會比較注意 在螢幕前啦 對 私下就另外一回事 對 我覺得每個人都一定要有一技之長 我覺得興趣是會隨著時間改變的 但是專長是一輩子會跟著你的 也可能是你未來吃飯工具 所以我想要建議大家 就是一定要去學一個一技之長 現在是晚上要11點 然後我要準備洗澡睡覺了 我的妝還是蠻完整的 沒有什麼大脫妝的問題 只是眼神看起來就是比較累 熱騰騰的泡麵 因為餓一整天了 所以就決定煮一碗泡麵來犒賞自己 而且我真的超愛吃泡麵 不良示範 不良示範